以巴双方交火进入第四个星期 正迎来最大的变数 继以军扬言无意停火后 极端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立即威胁对方 表示再不停火 离以边境将不再是小打小闹 而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攻击 包括美军所部署的航空母舰 以军听闻后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大事宣称 他们已经包围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势力最集中的加沙城后 三号再度放话 表示人质不回家 战争不停歇 这番言论瞬间点燃国际情绪 自以巴开战以来 一直都只是在以色列北部 进行小规模攻击的黎巴嫩真主党 获悉后立即警告乙军 如果再不停火 他们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大 离以战争的规模 这是以巴交火四个星期以来 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第一次公开发言 这名领袖更以伟大且神圣的行动 来形容哈马斯袭击乙军的举措 针对美军在地中海部署航空母舰一事 纳斯鲁拉直言 他们并不害怕 并宣称已经做好准备应对这一切 虽然这番话是在力挺巴勒斯坦 但他的言论却让加沙地带的民众感到失望 كنا نتأمل نحن كجمهور فلسطيني كنا نتأمل من السيد حسن نصر الله أن يكون أكثر انحيازا إلى المقاومة نحن مدركين لطبيعة التركيبة اللبنانية ولخصوصة المجتمع اللبناني وللظروف المعقدة التي يعيشها حزب الله في داخل لبنان وفي الإقليم لكن وكلنا ندرك أن الحزب من اليوم الثاني لعملية طفن الأقصى تحضر للمعقدة تقرأ للمعقدة تقرأ للمعقدة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 إسرائي总理内塔尼亚胡 立即警告对方 要谨慎行动 切勿做出错误的選擇 否则真主党将付出 无法想象的代价 美国白宫新聞秘书皮埃尔 随后也针对此事表示 华府不会参与这一场口水战 同时提醒真主党 不要试图从尾巴冲突中 为自己捞取好处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